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2023年 驻快税法第一章《税法总论》部分内容的学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章的考询分析 和给到大家的学习方法上的建议 本章不是我们驻快税法考试的一个重点的章节 从近六年的题型题量来看 我们主要的考试题型是选择题 包括了单选题和多选题 一般来说都是一道单选题一道多选题 那么单选题是一分多选题是1.5分 所以其实主要它是2.5分的这样的一个分值 当然也有年份我们有的时候单选题会涉及到两道题 所以总分就是3.5分合计平均分值是3分 那么从命题的概况上来看 也就是说从考点内容和考试频率的对应性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在2022年 我们考到了税收法律关系考到一次 2017年我们考到了税法的基本的原则 也是考了一次 那么对于税法的适用原则 我们在2018年2019年和2021年都考到了3年考到 所以这无疑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接着在2017年的单选题当中 我们考到了税法的要素 考了一次 在2020年的多选题当中 我们考到了税收的立法机关 也是考了一次 在2022年的单选题当中 我们考到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 在2017年的单选题当中 考到了税收征收管理范围的划分 那么在2018年 20年和21年都考到了税收收入的划分 考了三次 所以税收收入的划分 也是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尤其要关注的 在2019年和2021年 考到了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涉税业务的内容 也是考到了两次 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考到的内容 那么从我们考试的特点上来说 我们知道开篇第一章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一章其实是我们整本教材的一个 提纲线领的一个章节 内容上其实它理论性非常的强 总论嘛 大家都知道 对吧 总论的理论性都很强 但是其实从硬式考试的角度上来说 它的考点是非常细致的 那么我们刚才强调 考试的重要性上它不重要 但是呢 我们从讲课的顺序上来说 其实大家很多的学员朋友们 完全都没有接触过我们的具体的税收制度 不知道我们的税种是什么 我们说税制未及理论先行 上来就开始讲你的这个税法的理论 什么是税法呀 什么是税收呀 什么税法的特点呀等等 所以有一些考试在理解上呢 它会觉得有一点点难度 准确的说 其实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无聊 但是呢我们相信随着后续的税种的学习 等到你所有的税种都已经学完了 你再回头再来看这个第一章 你就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了 比如说我们第一章讲到课税的要素 什么纳税人呀 税机呀 税率呀 各种什么征税的时间地点 你看到你一头五水 但是等到我们18个税种学完 你就会发现 你对这些税种的各种税收要素 了如指掌 那你再看 它提炼性的这种理论性的内容 你就会觉得很简单 是不是 这是从考试的特点上来说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特点 对应到我们的学习方法上 如果是咱们零基础备考的学员 那学习本章内容的时候 你也不用多想 就跟紧老师听懂咱们上课授课的内容 有意识地去关注 我们历年真题聚焦的一些重要的考点 比如说咱们刚才说 税法的这些原则呀 咱们收入的划分呀等等 强化这些基础的知识点就可以了 等到全书学完 你再回头再来看就OK了 所以其实在这一章 咱们需要主要克服的一点呢 就是这一章 它确实讲不出话 因为它呢 这个考试的重要性很低 所以咱也不可能 花很多的时间在第一章上 那么不能花很多的时间 讲的又是理工性的那种 那它就有点无聊 所以咱们呢 这个克服 咱们的这种 这个学习过程当中的 一种懒惰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就可以了 关注一些基础性的内容 那么另外 从教材的变化上来看呢 本章今年教材变化的非常少 新增了一个很小的内容 就是Bibs公约 对于我国的一个生效的时间 以及对于我国部分 税收的协定 开始适用的一个情况 短短的一句话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本章的思维导图 本章呢 一共是有期节的内容 包括了概念 原则 要素 税收立法和我国的税法体系 以及税收的执法 税务的权利与义务 以及国际的税收关系 那么在刚才涉及到 考点评次的分析时 我们提到过 税法原则考了三次 对不对 另外那个税收收入的划分 是在税收执法这一部分 也是考了三次 所以这两块 大家稍微的关注一下 接着呢 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 第一节税法概念的学习 也是一样 按照我之前给大家讲到的 授课模式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咱们本节的学习目标是什么 第一 我们需要了解 什么是税收的含义 咱们如何理解税收的本质 国家凭什么对你征税 征税权的依据是什么 咱们征了税 用来干什么 这是税收的目的 接着第二 如何理解这个税法呀 对吧 税收跟税法是什么 关系呀 都是一些基本问题 另外第三 税法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它是权力性的规范 还是义务性的规范呀 接着第四 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 那我们说所有的法律关系 它都是由三个要素来构成的 包括咱们税收法律关系 所以首先来看一下 主体是谁呀 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 它是单主体 还是双主体呀 另外 我国确认 纳税主体的原则是什么 谁应该向咱们国家交税 对不对 外国人来中国要不要交税 中国人走出去要不要交税 另外第二 税收法律关系 课题是什么 也就是说咱们征税 它有对象 对吧 咱们对什么征税呀 第三呢 就是税法的灵魂 这个挺有意思 对吧 税法的灵魂是什么 第五 引起税收法律关系 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原因是什么 是税法本身吗 还是说 其他的 我们之后就会告诉大家 是税收法律事实 引起了税收法律关系的 产生变更和消灭 那么事实又区分为什么呀 又区分为事件和行为 什么是事件呀 什么是行为呀 咱们也一并讲讲 另外我们说 税法呢 它是一部法律 对吧 那我们还有什么 刑法宪法民法各种 那税法跟这些法律之间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区别呀 咱们也大体的了解一下 这就是我们第一节 学习目标 接着我们就一个一个 知识点的来讲解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税收跟税法的概念 首先说一下税收 直接教材当中 就给出来了一句概念 税收呢 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 凭借政治权利 按照法律规定 强制无偿的 取得财政收入的 这样的一种形式 那么在这一句表述当中呢 其实我们教材 是用了三句话来进行解释 那么其中呢 只有四个字的重点内容 它没有解释 也就是这个强制和无偿 那么在这儿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是一个常识 对不对 什么时候也没听说过 咱们向国家交了税 国家给我们什么对价 对不对 你向国家交了5000块钱 税国家给你个iPhone手机吗 没听说过吧 所以它肯定是 无偿的 另外它是强制性的 这税可不是咱们想交 这个就交 不想交就不交的 那满足了税法克制要件 那你是必须得交 是不是 所以它是强制无偿 取得财政收入 那么具体来说 这个概念如何理解呢 我们通过这三句话来理解 首先第一 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重要的工具 它可没说是唯一工具 对不对 所以其实除了税收 我们国家财政还有很多取得收入的形式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咱们坐飞机 是不是 坐飞机除了买那个机票 你是不是还得交一个燃油附加费啊 对不对 那么另外呢 比较细心的小伙伴就会注意到 我们还要交一个什么 机场建设费 那么这个机场建设费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给咱们航空公司的吗 不是的 对不对 我们说机票有钱 都是给咱们航空公司的 但是机场建设费 全称叫做民航发展基金 它其实是一种政府性的基金 这种政府性基金 也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 每年同一收上去 列入到中央的 这个政府性的基金预算 然后再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 这个发给各个的机场 我们用来民航基础设施的建设 以及用来补贴一些特定的航线 对不对 那它也是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 但是呢 我们说这种类型的基金 它跟税收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我们说这种类型的基金呢 它主要呢 是为特定人群提供服务 比如说我们 当我们想为特定的人群 比如说我们想为坐飞机的人 提供服务的时候 那我们就在发展 这个民航的这样的一个建设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采取 这种收费的方式 我们来取得的这笔钱 专项的就用于民航事业的发展 这种公共服务提供给坐飞机的人 这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这种费用 但是税收不一样 当我们政府想为所有的公众 提供一种普惠性的公共服务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会用税收的方式 所以其实这句话 它跟哪句话相连呢 这句话是国家科征税款的目的 是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 所以我拿来这部分钱 我们不会专门的用于一部分的人 我们主要是怎么样 统收统吃 我们收上去统一搞国防外交建设 我们统一扶贫攻坚 我们统一建设国家基础设施 是不是啊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接着我们说 税收它的本质 它是一种分配的关系 这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模糊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那也给大家展开来讲一讲 比如说我们说社会再生产 它其实是一个从生产到分配 到消费的一个过程 生产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那咱们说这地球上资源都是有限的 是不是啊 咱们水资源是有限的 咱们的矿藏资源是有限的 咱们森林石油 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那么生产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用这些有限的资源 生产出来哪一些的产品 才能够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 这其实就是属于一个资源配置的一个问题 这是生产环节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 咱们在分配呀 对吧 归谁所有啊 所以这就是分配层面 需要来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分配 首先我们说市场 它本身是一种自发的分配机制 对不对 比如说 咱们这个 每一个人都会根据自己所做出来的一个贡献 取得一定的这种收入 比如说 我是有钱人 对吧 我就去搞投资嘛 炒股嘛 那么我就取得了股息利息的这样的收入 那比如说我有技术 对吧 技术也是一种生产资料啊 那我就搞小发明 然后我卖出去 这样的话 我就有了特许权使用费的收入 那再不行 我就防二代 对吧 我就是天生命好 那我有很多房子 我租出去 我取得了租金的收入 我当保租婆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 就是 咱们 对吧 我 对吧 我什么都没有 我靠我勤劳的双手 那么这个时候 当一个996的打工人 咱们也可以挣钱呀 对吧 所以这种 把用这种什么劳动呀 土地呀 资本呀 等等这些生产要素 去贯取成果的这样的一种分配方式 我们说它就是这种一次分配 是不是啊 这属于一次分配 但是我们说这种分配 它是不是公平的啊 其实它不一定绝对公平的 比如说有些人 他天生他就继承了很多的房子 是不是 所以他躺着收租 他就能挣钱 那有些人生而贫穷 连接受教育 哎 这个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机会 都没有 都被剥夺了 对吧 那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说一次分配它不公平 那么怎么办呢 为了实现这样的 整体的这种社会公平 所以呢 我们就强调 要以政府为主导 实现这种二次分配 那二次分配什么意思 就是说 哎 我们政府 哎 根据每一个纳税人的 这样的一个课税能力 让你去交税 对吧 我们能力强的咱们多交点税 能力弱的咱们少交点税 没有能力的咱们不交税 把这些钱收上来了之后 统收统支 对不对 我们统一搞国家建设 我们统一去劫富济贫 所以我们说税法 或者是说税收 它本质是一种分配关系 它主要是作用在 二次分配领域 主要是作用在 二次分配领域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百多年之前 意大利的 一个经济学家 帕磊托 他就曾经提出来过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二八定律 对吧 这个社会上 百分之二十的人 占据这个百分之八十的财富 所以我们必须来 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 来实现社会公平 现在我们还有三次分配 什么是三次分配 其实就是让那些有钱人 对吧 高净值的人 他们主动的去进行这种 社会的救助呀 建立慈善事业 我们形成一种社会的互助 那税法在三次分配领域 也是起作用的 我们也是对一些捐赠 都是免税的 对吧 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在二次分配领域 我们税法呢 它是这样的一种 分配的一种关系 它不同于什么 它有别于按照生产要素 进行的分配 我们刚才所说的 对吧 出卖我的劳动力 出卖我的这个资金 我的房子 对吧 这样子换取的收入 其实就是按照生产要素 所进行的分配 税法不是 税法本身 它是一种这种强制性的 这样的一种分配关系 那我们说税法 凭什么能强制你 这个往国家交税呢 凭什么可以重新的去进行 这样的一种分配呢 其实它背后的依据是什么 是一种政治性的权利 也就是说呢 这个当代的 我们政治制度 政治权利的表现方式 都是法制 也就是说呢 我们全国人大 对吧 制定了税法 那税法呢 咱们就得遵守嘛 对吧 法制化的国家 那税法说了 你挣一百万的人 那你就得交 二十五万的这个所得税 给国家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说呢 它其实是一种强制性的 背后依据的是一种政治权利 大家不要小看 这个国家征税 依据是政治权利 总考 对吧 这个近六年吧 考了两次 所以这种呢 就死记应备的 尽量的让大家理解一下 好吗 这是税收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税法 那么税法指的呢 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 用以调整 国家与纳税人之间 在税收征纳方面的 权利和义务关系的 法律规范的总称 其实说实话 区分税法跟税收 没有太大的区别 它真正的区别 就在学科划分上 咱们税法是属于法学院的 对吧 咱们税收是属于这个 什么财政事务学院啊 经济学院啊 等等 对吧 那其实我们 现代税收制度的表现形式 不也就是税法吗 对不对 那么从特点上来说 我们说税法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个特点 它是义务性的 什么意思 从法律性质上来看 税法属于义务性的规范 它是以规定纳税人的义务为主的 那么税法的这一特点 是由税收的 无偿性强制性特点来决定的 那这句话我们要正确的理解 我们的税法当中 不是说没有关于纳税人权利的部分 我们纳税人有很多权利 对吧 我们有申请减税免税推税的权利 我们有申请行政诉讼复役的权利 我们有要求事务集团 给我们进行商业保密的权利 很多很多的权利 但是我问大家 税法的制定 它是 以权利性为主吗 它是为了保护我们纳税人权利吗 它根本目的是什么 根本目的不就是让我们交税吗 对不对 所以它从这个意义上来 它说它是一种义务性的规范 它本质是一种义务性的规范 你要一眼看透 对不对 那么接着税法它还是综合性的 这个综合性体现在呢 我们税种不是很多吗 对吧 所以它是由一系列单型的税种法 以及什么 以及一些征管制度 来构成的这么一系列的 法律法规的一个体系 我们为了把税收上了 我们不但要具体 设定具体的实体税种 我们还要制定征管的 这样的一些程序 所以呢各个层级都有 所以它是一种综合性的一种法规 那么从税法的本质上来说 它是为了正确的处理 国家和纳税人之间产生的 税收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 那么税法的存在 其实是为了定分指争 你想一想 那国家肯定都想让你多交税啊 那你纳税人 你肯定都想少交税啊 所以呢 它的本质就是一种协调 你既要保证国家税收的收入 那国家没有输入 咱们没法接富济平 咱也没法国家建设呀 对吧 但是呢 你也要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对不对 你不要节责而渝 是不是 你要留有余地 所以呢 两者是 这个缺一不可的 接着呢 我们就来看第二个知识点 税收的法律关系 也是先来看一下它的概念 那么我们说税收法律关系 是确认和调整 国家与纳税人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 以及各级的政府之间 在税收分配过程中 形成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那么从这个税收法律关系当中 我们就一看到 那么国家跟纳税人之间 是什么 税收征纳关系呗 对不对 那么国家跟国家之间 国际的税收关系呗 那政府之间 咱们转移支付呀 对吧 咱们这个税收上去了之后 那国家给各级省政府 省政府可能还给一些贫困线 所以政府之间 也是会形成这样的一种 权利义务的一种关系的 这是它的一个概念 那么重点呢 是在这 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 咱们2022年 还真的就考到了这道题 是不是啊 2022年 那么首先咱们要明确的是 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 是由三部分来构成的 第一呢 是什么 第一呢 是主体 第二呢 是课体 第三呢 是内容 那么这三部分的内容 可不是咱们税法独有的啊 那所有的 法律关系 它都是由主体 课题和内容来构成的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主体 那首先 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 它是一个双主体的干预 这块你一定要了解啊 不是说只有 征税机关 它是主体 我们纳税人非常重要啊 没有我们呢 他们对谁征税啊 对吧 所以主体是双主体 其中 征税主体呢 指的是代表国家 行事 征税职责的 各级的 事务机关和海关 咱们国家 征税主体 就这两个 要么是有机关 要么海关 再没有其他了 这个一定要了解 另外 纳税主体 那纳税主体的范围 就很广了 首先比如说 旅行纳税义务的人 包括谁 法人 自然人 和其他的组织 那咱们说这 法人 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 咱们说在哪 搞生产经营了吗 没说 是不是 所以比如说 咱们一个中国的企业 你不只是在中国 做生意赚钱 你到国外去 做生意赚钱 你照样是回来 要交税的 所以这个人 我们强调的是 这个人的 这样的一个主体 比如说 咱们说这个腾讯 对吧 腾讯平时 把王者荣耀 卖给咱们 中国的 这个个体 主体 纳税人 那么这个时候 他挣了钱 要交税 但是去年呢 王者荣耀有国际版了 对吧 他就卖到全球了 那么他挣了美国人 挣了什么欧洲人的 这些钱 他照样回来 带交税 这属于 我们的这个纳税人 就是这个自然人 法人和组织 对吧 另外呢 是在华的 外国的企业组织 外籍人 无国籍人 以及在华 虽然没有机构场所 但是有来源于 中国境内所得的 外国企业和组织 这强调的是什么呢 这强调的就是说 你不是咱中国的企业 你是外国企业 但是你来我们的地盘上 你来挣钱了 对吧 在华的这些外国企业 对吧 或者是说 你连机构场所都没有 但是呢 你有可能从咱们这 取得所得 是吧 比如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说 一个外国企业 外国银行 他把钱借给我们了 是不是 把钱借给我们 那我们就得支付什么 利息呀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这外国企业不就赚钱了吗 从咱们国家赚钱了 是不是 那么这种 有来源于中国境内 所得的外国企业 它也是要向我们交税的 所以从纳税主体的范围上来说 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采取的是一个 属地兼属人的原则 属地是什么意思 甭管你中国企业 外国企业 只要你有来源于我们国家的所得 你就得跟我们交税 这是属于属地原则 是不是 那接着呢 就属人原则 属人原则 就说只要你是我们的人 你腾讯是我们中国的企业 对不对 那不只是腾讯 那小米也走出去 把这个手机卖到这个国外 对吧 华为也是 那咱们这个大疆无人机 对吧 80%的这个 全球的这个民用无人机市场 那都是咱们大疆生产的 是吧 那卖到全球各地 那都得挣了钱 都得回来报税 因为你是我们的人呢 所以呢 我们说纳税主体 它采取的是一个 属地兼属人的一个原则 所以纳税主体的这个范围 是非常的广泛的 那这块呢 我们在学到 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会有更深刻的一个理解 但是在这呢 总论嘛 讲的呢 就是说咱们国家的纳税主体 的确定范围是很大的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税收法律关系的课题 那课题的意思呢 就是说 主体的权利义务指向的一个对象 也就是对什么征税的问题呗 对不对 那么征税对象在客数要素呢 咱们还会具体的讲 比如说 我这个挣工资 对吧 那我是叫所得 那你对我的所得可以是征税的 那比如说呢 我消费 对吧 我买奢侈品 一看我就是有钱人 那你可以对我的消费征税 再呢 就是我有财产 对吧 我有房子 那你可以对我的财产来征税 所以呢 征税对象指的呢 就是说 我们对什么去征税的一个问题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 那么内容呢 其实指的呢 就是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这个义务 什么意思啊 就比如说 咱们征税机关跟纳税人 对不对 那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征税机关都想对你多征税 纳税人都想少交税 所以咱们权利义务上 咱们就白色不清楚嘛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税法存在的目的就显现出来了 我们不就是定分指争吗 是不是 那么税收法律关系当中 其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 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呀 那这才是我们税法存在的根本原因呀 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税收法律关系当中 最实质的东西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这才是咱们税法的灵魂呢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权利义务的部分是 在咱们的本章的第六节 咱们来讲的 其实也不太重要啊 但是这句话你来记住 这句话考试 他就真的就考 说税收法律关系的灵魂是什么 你得知道 主体不是 对吧 课题也不是 是它的内容 是它的灵魂 是权利义务 是它的灵魂 好 这是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那首先我们说 税收法律关系 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呀 是由税法产生的吗 不是的 我们说税法 它是一个前提条件 没有税法的存在 那咱们跟大水 跟这个征税机关之间 哪有什么关系啊 哪有什么税收法律关系 普通社会关系 对吧 见面谁也不认识谁 就是因为有了税法的存在 受机关能对你征税 咱们得去交税 所以我们才形成了 税收法律关系 这是一个前提 但是税法放在那 它就是一个文本 它不会产生具体的 税收的法律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 真正产生变更和消灭 是由什么引起的 是由税收法律事实来决定的 什么是税收的法律事实呀 税收法律的事实 又分成是事件和行为 这个也不是咱们 税收法律关系独有的 所有的法律事实 都分成是事件和行为 那么听到事件 其实大家觉得陌生吗 不陌生对不对 咱们经常听到的是什么 灰犀牛事件 黑天鹅事件 一听这个事件 就不是什么好事 对吧 就是不可预知的这种事情 所以呢 事件跟行为 都可以引起 税收法律关系的 产生变更消灭 但是事件指的是 不以税收法律关系 权力主体的意志 为转移的一些 非常客观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本来 我有一栋房子 经营性用房 对吧 那有房子有钱人呢 那国家对房子 争房产税 但是呢 现在呢 这个房子呢 被一场自然灾害 泥犀流给冲垮了 没了 那我现在就没有 这个房子了 所以我跟事物局之间的 这个房产税的 税收收纳关系 就消灭了 对吧 那这一件 被泥犀流冲垮我房子的 这件事是我决定的吗 不是我决定的 是不是 所以它不以 我的意志为转移 但它同样 会引起 税收法律关系的 一个消灭 那么另外呢 我们除了事件 还有行为 行为指的呢 就可控的了 对不对 咱们一般来说 指的就是 税收法律关系主体 在意志支配之下 做出来的活动 可以由你 自由的意识表示 比如说 我准备去做生意了 我准备去开 鞭炮厂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要开业经营 我要售登记 那我就跟事物局之间 就产生了 税收法律关系 那有一天 我干部下去了 对吧 那国家不让 燃放烟花爆竹了 那我就去注销了 这个时候呢 我转业停业了 就会怎么样 那我就得去 进行注销登记啊 那我跟 税收局之间的 税收法律关系 又消灭了 所以引起 税收法律关系 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是 事件和行为 而不是税法本身 这一点 我们要明确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税收法律关系的保护 那么 税收法律关系呢 它对于 权力主体双方的 保护呢 其实是平等的 那我们说 无论是对于 征税主体 还是纳税主体 咱们都在 根据税法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双方呢 法律地位 其实是平等的 但是我们刚才强调了 税法 它是一个 义务性的规范 它真正的目的 它不是为了 规范什么 拿税人基本权 它就是为了 对你征税 所以其实 它的权力义务 是不对等的 所以这块 我们一定要区分清楚 法律地位平等 权力义务 不对等 税法是 义务性的规范 接着呢 我们来看第三点内容 税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那首先来看一下 税法跟宪法 那宪法呢 第56条就规定了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依照法律拿税的义务 那宪法说实话 宪法的第二章 规定的都是 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 我们的一些 非常基本的权利 比如说人身自由的权利 比如说受教育的权利 比如说劳动的权利 比如说男女平等 同工同酬 各种各样类型的基本权 其实都规定在 宪法的第二章 那么宪法第二章当中 就有一个56条 就规定了我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依法拿税的义务 那有些学者还认为说 这条其实也是咱们 可以有依法拿税的权利呢 对不对 所以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其实我们整个 税法体系的法源 从最高层级上来说 是宪法的第56条 它规定的是 立法机关制定税法 并具已向公民征税 以及公民必须依法拿税的 一个最直接的 一个法律的依据 法源其实是我们的 根本大法 宪法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 他考试的时候 他问你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依照法律拿税的义务 出自于下列哪一部法律 那有些同学不明白 说为什么出自宪法 凭什么出自宪法呀 那你看到这样的表述 这种基本权利的表述 它都是出自于宪法的 咱们下位的这些法律 不会规定这么根本性的内容的 所以这话 你就死记应背 记住就可以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税法跟民法之间的关系 那么 首先呢 我们知道 它的区别是什么 那区别呢 民法它调整方法 主要的特点就是平等等价有偿嘛 民法它其实奉行的是意思自制 比如说小A和小B做生意 对不对 咱们两个之间做生意 签订了这样一个买卖合同 那我们买卖什么 以什么样的价格去买卖 如何去交付 违约责任如何规定 如何付款 那都是咱们自己这个可以决定的 对吧 所以民法的核心 其实是平等主体之间 基于一种等价有偿的关系 来进行交易 我给了你两百万的货 你给我二百万的钱 对不对 但是税法不一样 税法它是带有明显的 国家意志和强制的特点 那我们说咱们交税 国家给咱们一个 直接性的对价吗 不给呀 是不是 所以呢 它主要的调整方法就是 服从跟命令 没得商量 国家不跟你签合同 满足了税收的课税要件 必须得去交税 另外呢 民法跟税法之间有没有联系 有联系啊 而且联系非常的紧密 这在咱们税法理论当中 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联系是什么 当税法的某些规范 同民法的规范一致时 税法一般原意民法条款 这是属于咱们税法 对民法的尊重 比如说咱们房产税 我们说是对房产的 所有人去征税的 是不是 但关键是谁是房产所有人 是住在房子里的人 还是有钥匙的人呀 都不是 是不是 咱们民法典物权编 二百零九条 清清楚楚的说了 咱们不动产 公式原则是什么 是登记生效 也就是说 谁到国家的不动产 登记部门去登记了 登记部门给了你那个红本本 有本的人 咱们才是所有权人 是不是 那税法呢 它不看你谁住在这个房子里 谁有本 咱对谁去征税 所以这个时候 税法它就不会在 在房产税的 这个单行的 这样的一个条例里面规定 说咱们 什么叫做房产所有人 它不会这么说 它直接就援引民法的条款 就可以了 这是属于一种情况 但另外呢 有的时候 涉及到税收承纳关系的时候 咱们税法就不以民法为准了 这块一定要明确 比如说 你小A 卖给小B 的这批货物 我卖了100万 小A 卖给小C 卖了50万 那我们说 这两份合同 从民法的角度上来说 完全没有问题 对不对 我们意思自制 我们没有任何的 什么欺诈的 胁迫的 显示公平的 什么恶意串通 损害第三人利益的 这种情形 完全没有 从合同法上来说 它完全就是两份合法的合同 但是呢 从税务的角度上来说 税务就会考虑了 凭什么你A 卖给B 是100万 卖给C 就是50万呢 你跟C之间 你们两个是不是关联关系啊 我征税 我是按50万帧 还是按100万帧呀 数据就会考虑 A跟C之间 有没有一点小猫腻了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说 涉及税收征纳关系的时候 我们要以税法的规范为准 我们并不是完全看到 民法当中 你合同的这个价款的 我们是会调整的 也就是我们后续会想到的 纳税调整的问题 对不对 这就是税法跟民法之间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税法跟刑法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明确 税法跟刑法 其实它都对于违反税法 规定了处罚的条款 比如说在税收征管法的第五章 是法律责任这一章 我们从第60条到第88条 都规定了 各种税收违法行为 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那么在我们的 中央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三章 叫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其中的第六节就是什么 就是危害 税收 征管罪 包括了什么 逃税啊 抗税啊 骗取出口退税啊 什么虚开发票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罪名 整整12条 从第201条到第212条 那么我们说它都有出发条款 但是其实违反税法 跟违反刑法 它后果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违反税法呢 我们说它是违法行为 但是违反刑法 它本身呢 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了 它是属于不同的这种法律的责任 违反税法是一种行政性的责任 就如果你的违法行为情节非常严重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受到什么 刑事上的出发 这是属于咱们税法跟刑法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分 所以我们说你违反了税法 其实不一定是涉及到犯罪的 尤其是从咱们2009年 咱们刑法修正案期开始 咱们整个的税法 它是有一种非罪化的一个趋势的 也跟大家拓展一下啊 也就是说呢 我们从2009年开始呢 在第201条当中补充那一条 就是如果要是说 你确实是有这些逃税的行为 但是呢 经过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之后 那你该补缴税款补缴税款 你该缴纳支纳金缴纳支纳金 你已经受到行政处罚了 一般来说 我们是不追究你的行事责任的 那但是如果要是你情节特别恶劣 比如说你已经在五年之内 连续两次都已经受到行政处罚 或者是说 你在五年之内受到过行事处罚了 那这个时候再说 对吧 咱们再直接按照行事处罚来处理 那其实所以现在整个的税法都是非罪化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些重要的一些主播 对吧 投不主播 投逃税款 这个十几个亿 那也没听说过他们就犯刑罚了 也没听说过他们进去了 那这个有的同学说 那进去了 他确实他被受机关罚了4.75个亿 但是他进去 他不是因为危害了税收征管罪啊 所以这个大家要明确 那么现在呢 就算是被判刑的 我们整个的这个刑期也越来越轻啊 有的时候一个涉税犯罪 涉及到几千个亿 那这个投逃税款300多个亿 也就判个十年 那我们说这个有一些这个罪名啊 比如说虚开增值专用发票 它是可以到无期的 但是我们现在很少这么判 那这块呢了解一下 另外税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 那税法跟行政法呢 它关系很密切啊 是具有行政法的一般的特征 那有一些法学的学生就知道 有一些行政法的书里面是包括税法的 但是呢税法它有一些特点 它是具有经济分配的这样的一个性质的 它是有一种财产权转移的关系 对吧 它有一种经济利益 由纳税人向国家单方面转移的这种情况 那行政法上很少会涉及到这种问题 另外呢就是行政法大多是授权性的规范 也就是行政许可让你干什么 但税法是义务性的规范 就是你必须干什么 或者是你不得干什么 咱们税法就是这样的 说一不二的 让你交税你就交税 你不需要交税 你这个这个钱来了我也不收 对吧 所以这个是税法跟行政法之间的一个区别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真体的形式来复习和巩固一下 本节课所学的内容 首先呢来看一道09年的单选题 下列法律当中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 是什么呀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6条规定的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道10年的单选题 下列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有 A 税法呢是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前提条件 税法可以产生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吗 并不是 对不对 我们说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是由事实来引起的 那B 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力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 权力有也不对等 这句话是对的吗 这句话也是错的 对不对 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呀 确实权力义务不对等 因为税法是义务性的规范 另外C呢是代表国家行事征税职责的国家各级税务机关 是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力主体之一 这个没错 是不是 是征税主体之一 另外D 税收法律关系总体上与其他法律关系一样 都是由权力的主体和客体两方面构成的 灵魂都丢了 对不对 另外我们说法律关系主体课题和内容 其中内容才是他的灵魂 好这道题呢选C 接着我们来看一道22年的单选题 国家征税的依据是什么呀 很简单是一种政治性的权力 对不对 那么这道题呢 那么这道题呢它除了在二年考过在16年呢也是考过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啊 其实第一章的考题它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就是需要我们死机应备一些内容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2022年的多选题 税收法律关系由主体课题和内容三方面构成 下列构项中属于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和客体的有什么 A呢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所得 那我们说经营所得是什么呀 经营所得其实就是征税的对象嘛 它其实是属于客体是不是啊 另外B呢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那人那当然是我们的权力的主体是不是啊 另外C呢是纳税人的权力与义务 那权力与义务是什么 权力与义务是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 是他的灵魂呀 所以提问是主体和客体呢 肯定是不包括内容的 D呢是征收税款的数机关 那数机关也是主体之一 是征税的主体 所以这套题选的是A B和D 好接着呢我们来通过导图小节的形式 来总结一下这节课所学的内容 那么在第一节税法的概念当中 我们主要学习了三块内容 第一块是税收与税法 那么税收主要它是一种分配的 这样的一种关系 它有别于按照生产要素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分配 它依据的权力是国家的政治权利 另外它是强制和无常的 那从税法的角度上来说 税法的特征是 它是一种义务性的规范 它主要是以规定纳税人缴税的义务为主 虽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它的本质你要了解 另外税法它是一种综合性的规范 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层级的这样的法律规范来构成的 另外 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呢 是由三方面来构成的主体课题以及内容 考试的时候经常会考的主体 包括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 征税主体包括各级的税务机关和海关 那么课题其实就是征税的对象 对什么来征税 内容呢也就是说税收法律关系的灵魂是权力与义务 我们的这个税法主体的权力与义务 那么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是由什么来引起的呢 是由税收的法律事实来引起的 那事实包括了事件和行为 事件呢是不以人的这种意志为转移的 而行为是可以由主观意志来决定的 那么在税收法律关系的保护上 我们要明确一句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所以对于征纳主体我们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 但是权力义务不对等 为什么因为税法是一个义务性的规范 那么另外税法与其他法律的这个关系呢 我们简单的去了解一下就行 比如说跟宪法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知道宪法的第56条的内容是什么 好这就是本节课所学的内容 拜拜